众关娱乐圈长得像的明星 非常多常常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傻傻分不清楚 比如90后的李信和孙姬百百合和王洛丹 赵丽颖和张纳拉等战士 艺人壮脸于飞红 高圆圆 江书颖 林志玲四位女星还都是女神级的 在整个娱乐圈恐怕也是不多见 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 这位壮脸四位女神的郁姐王滋云 王滋云 听名字可能比较陌生 但是她可是以超高颜值和性感身材的郁姐犯出道 上照片看看还真有几分神韵与四位女神想象需要这出的 是人家可是纯天然美女 王滋云从小不但是个美人披子 而且颇具艺术细胞从小学时的文艺美员 到初中时的校广播站播音到高中时的上系副主 再到大学时的上海师范大学 谢敬领时艺术学院表演本科班 而且在校期间 王滋云就参演了多部话剧及舞台剧作品 2011年王滋云正式出道 参演着音乐剧《老男孩》 舞台喜剧《波音波音》 《情感化剧》《单身公寓》等舞台作品 她因语言承杰 张宇德 郑嘉宾 连美主演的 网络情景喜剧《求爱酒吧》受到关注 剧中饰演女一号奇丹身材性感火辣 郁姐范十足之后 王滋云又参演了四部网络剧 网络剧播剧《陈二狗的妖孽人生》 校园奇幻动作剧《笑话》的贴身高手 都是爱情喜剧迂惠恋爱究竟是什么 现代情感剧《幸福照相馆》 四部网络剧的热播 可以说是王滋云事业的转折点 无论是《陈二狗的妖孽人生》里的美而不妖 冷而不冰的曹坚家 《笑话的贴身高手》里的平邻《笑话唐玉》 《幸福照相馆》里的小辣椒 运惠恋爱究竟是什么里的理工女 她都能完美演绎 专业的演技再加上 她完美身材和靓丽 长相也让她成为了炙手可热 收割亿万网友喜爱的女性 一芒滋云的性感身材和俊俏的面孔 她也和她壮眼的林志玲一样 被称之为花瓶 但是就像我在以前的文章中说过 花瓶可不是谁都能当的花瓶 也是需要实力的 花瓶为面孔 第二家是珍 colour的 澕胶 已弃换 第二家是珍 一味里 kh đã承招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